哈喽大家好,这里是七星 欢迎回到兔子系列技嘉影片之 中火大兔 首先让我们对大兔有一个初步了解 它有三个中心武器草位和中兔一样 释放技能的冷却时间为15秒 每隔15秒可以待识一次 满机是到最大生命值19万 以及最大速度40公里每小时 同时机器的左侧有一块物理盾牌 可以抵挡能量武器的攻击 再进一步仔细观察 我们可以发现大兔的武器槽 分布在机体的右侧以及头顶 并且它的身材高大 这意味着它不但可以利用普通的掩体 从外侧射击 还可以利用低矮的掩体从上面射击 让我们回到今天影片的主题 中火大兔 这个组合在大地图的优势明显 在大地图例如雪山峡谷 常常会遇到用中远程武器的对手 而大兔自带的物理盾牌可以抵挡大火 宙四等中远程武器的攻击 还能用dash躲避500炸 三叉戟等炸类武器的攻击 同时中火精准的命中率 让对手也很难轻易逃走 那么中火大兔的小地图的表现会是怎样呢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场在月球完成的中火大兔比赛 喜欢这个影片不要忘记给我一个赞 以及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每周都有两部以上WR影片等着你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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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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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